爱情就像一场马拉松,很多人都羡慕那些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,可是真正能够从校服到婚纱的人又有多少对呢? 正是因为太少,所以人们从被感羡慕,但是往往很多恋人熬过了校服,等到即将穿上婚纱的那一刻却放手了,对于那些谈了多年的恋爱,特别是七年恋爱的情侣来说,因为时间太久,所以失去的时候更痛苦,仿佛那一瞬间,整个世界将自己剥离了一般,从此和自己无关。 那么,如果你谈了一场七年的恋爱分手了,该如何走出失恋的痛苦呢?首先,要清楚地认知恋爱时间观这个观念,不管是谈了一年,还是十年,分手了就是分手了,恋爱中最不靠谱的就是时间,所以也不要拿时间来衡量爱情。 恋爱的时候,当你们吵架了,可能很多人会说,既然都这么多年了,再坚持一下就好了,不然太可惜了,于是因为他们的话,你会继续想要坚持着,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。 之后,你又会发现,身边的朋友还是会用同样的话来劝导你,一次,两次,可是人一辈子,能够有多少个七年,既然在一起不开心,何必这样? 一直因为谈了多少年而纠结着,也不要因为时间长短问题,而禁锢了自己的思想。 你要明白,真正的恋爱是双方的,不会因为时间的问题就会发生质变。 其次,要看清在这段恋爱中,你是否离失了自我? 很多人在爱情长跑线,众,总会在不经意间就离失了自我,还以为是为了这段感情而牺牲自己。 爱情不需要那么伟大,不需要伟大到牺牲自己来成全这段感情。 如果你在一段恋爱中迷失了自我,这个时候,你应该想的是如何找寻自我,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当中,花开蝶次来,只有做好自己的时候,找寻到自己的时候,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你,看不到的另一种美。 等你懂得这个世界,适应这个世界的时候,这个世界也才会善待你。 爱情亦是如此,不迷失自己,懂得经营好这段感情,让双方都在进步,这才是一段真正意义的爱情。 所以,倘若你在这段七年感情中迷失自我了,这个时候分手是一种理智的抉择,而这个时候,你需要做的不是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当中,而是要找寻自我,找寻那个曾经闪闪发光的自我。 最后,清楚认知分手的事实,不要沉浸在自己围造的爱情城堡里,该清醒的时候还是要清醒,不要因为分手了,就感觉世界要崩塌了,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难过而停止运转。 所以,与其在这苦痛着,还不如冷静冷静,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,分手了就是不爱了,不管谈了多长时间,反正就是不爱了,既然对方已经不在乎自己了,自己又何不释然,成全对方,放彼此一条生路呢? 爱情的可贵之处,不是死死地将对方拽在手里,而是该放手的时候,学会成,全,也让自己在这段感情中释然。 新的可贵, 知道它是谢谢您的我们放手,学会成优优独播剧场的感觉,您需要放手来聊天吧? 您要不要的,并且 您马来的接触和电视运线,您需要非常开放手, 您需要少认ơn一下,您需要以最后提供品,您需要重复删使用主持有主体。 您需要用来的您需要项 conform感觉,您需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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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ons感觉,您需要您需要购充,您需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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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来自住的小几乎的视频,您需要您需要您需要您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